所以說因為他的日記就能表現他真實的喜怒哀樂 很多隱秘的事情都是真的可以從他日記可以一見真章 那我現在就是問一下我們那個郭博士 能不能跟我們大概講一下你的一些背光 你的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也沒什麼就是很幸運 非常的幸運 也有很多的機緣巧合和湊合在一起 我自己是學political science 學政治的嘛 所以有這麼一些機會 那麼當年是我有一些長官在工作上給我很好的指導 然後有好的機會他們也就推薦我去 那麼到了這個總統府的話呢 我倒覺得對我來講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們一直在學校裡面很多事情都是想當然耳 那對於很多實際工作上的困難 特別是他的這個複雜性 我們過去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者比較沒有機會來接觸到 所以到了總統府去很多政務方面的問題 很多事務性的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還有很多是想不到的知為細節 但是很可能對事情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 這些事情都一點一滴的我也是慢慢的在學習 那麼沒有想到就是當年在台灣的這樣一段的經歷 使得我後來到了胡佛研究院之後 這些經歷都我覺得對我都很有用 所以無論是在跟蔣家跟孔家跟宋家 還有跟其他的國民黨的領導人的家所接觸上 我覺得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我們很快的大家都可以融在一起 那麼另外就是讓我對於國家民主有更深的 有更堅定的一個想法 希望能夠把這些重要檔案保存下來 不只是為我們保存下來 不是我們這一代 那麼同時也是為我們下一代 我的工作之一 我們經常有機會要見這些來抗議的人 遞陳親書的人 這些人可能是個人 也可能是一個黨派 也可能是一個組織 其實也是逐漸在改變 當然現在是變得越來越快 可是我想基本上來講 對於一個開放的民主政治的社會 這些挑戰我想都是很難避免的 聽說後來接你職務的是我們馬英九 現任的馬英九總統 不是我接馬英九先生 你接他的職務 胡志強先生接我 那都是相當優秀的 沒有他們很優秀 我相信你一定也是非常優秀 才能夠跟他們一樣做這個職務 那我們來問一問那個楊天石教授 一個你在大陸出生大陸成長的一個 教授學者的話 什麼原因讓你促使你去研究這個蔣介石 從上一個世紀的七十年代 那麼我參加編寫中華民國史 開始的時候是寫的是中華民國史的第一篇 就是中華民國的創立 那麼這個時候的主角是孫中山 所以那個時候我的研究的核心是孫中山 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創立這一部書 在1981年和1982年出版了 出版以後我的新的任務就是寫北伐戰爭 寫這個北洋軍法的覆密 那麼寫到北伐戰爭和北洋軍法的覆密 這個時候主角就變了 那麼主角就變成蔣介石了 所以也就很自然的 那麼我的研究的中心就轉移到蔣介石身上來 那我知道你研究這個蔣介石的這個 這個近代史 有關於他的所有的事蹟研究了很久了 那也知道說你在很多的公開的場合 不管上甚至於在辯識台上 都會被很多人問到 你既然這麼有研究 那你到底對蔣介石的這個 他這一生的功過 你是怎麼樣的看法 講到蔣介石的功過 那麼在大陸啊 是一個比較分析兩極化 而且是容易引起衝動 引起爭論 引起矛盾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那麼2002年 我的第一本研究蔣介石的著作 叫蔣氏密檔與蔣介石真相 蔣氏密檔是指的蔣介石 他的所收藏的秘密檔案 通過這批秘密檔案 來說明蔣介石是一個什麼人 那麼我在這一本書裡呢 對蔣介石做了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 但是這一本書在大陸 引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那麼有人寫信給當時剛剛上任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 一份公開信不僅是寫給胡錦濤 還寫給中共中央委員會 署名是什麼 署名是一批老紅軍 老八路軍 老新市軍 老解放軍戰士 他們說呀 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有一個研究員 他叫楊天石 他寫了一部書 吹捧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說蔣介石是一個什麼人 在我們看來 第一 他是頭號戰犯 第二 他是民族敗類 第三 他是千古罪人 那麼 同時在網站上面 批判我兩個半月 兩個半月 所以也就是說啊 就是對蔣介石的功過的評價 那麼一直到現在為止 在大陸還是一個分歧巨大 而且是容易引起爭論的 甚至於感情衝動的一個問題 例如我最近啊 在這個風凰網上 有兩篇文章 同時在討論 一篇文章是 題目是這樣 就是說 蔣介石曾經三次 反對美國用核武器 來進攻中國大陸 這個是講的 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 美國人提出來 有三次提出來 可以用這個核武器啊 來進攻中國大陸 但是蔣介石 三次都反對了 另外一篇文章呢 是講的是 蔣經國 是怎麼樣 從蘇聯回來的 那麼蔣經國二十年代 到蘇聯去留學 然後再長期在蘇聯不回來 那麼後來 他終於從蘇聯回來了 那麼我就講這個經過 這麼兩篇文章 同時在這個 鳳凰網上啊 展開討論 那麼 網民的反應啊 兩極化 兩極化 那麼一種看法呢 就是蔣介石是民族英雄 蔣公偉大 是吧 而且有人還表示 所以以前呢 誤會了 蔣先生 那麼現在呢 他要向蔣先生道歉 這是一種看法 另外還有一種看法呢 就是民族敗類 大概把你也罵進去了 對對對 所以這樣的話呢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底下 所以我決定的一個方針呢 就是說 我們講具體的事情 對對對 那麼就是 我們一件一件的來講 蔣介石 他在近代中國 他做了些什麼 哪些做對了 哪些做錯了 嗯 那麼一般的我都是講啊 第一 蔣介石 反清 就是說 一九 一一年 孫中山先生 舉行新函革命 嗯 那個武昌起義之後 那麼在 杭州 浙江杭州 那麼有一支趕死隊 去進攻啊 浙江的巡撫衙門 而巡撫衙門就是今天的 相當於今天的省政府 那麼這一支 一百多人的趕死隊 去進攻 浙江巡撫衙門的趕死隊的隊長 那就是蔣介石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反清 這個我想啊 在海峽兩啊 沒有問題 都是認為是他的一功